掌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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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犧牲少數人患最大利益 如同網品營運慘淡 今年第一季獲利年減47% 總舵手換人當 為什麼網品會到目前為止 會這麼的公司自己做到這麼好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家人在公司的 過去對外強調傳嫌不傳子 如今新上任的網品副董 陳振輝對外宣告 戴勝義退居而現 過去戴先生是在 這個孔廟前面辦上市的法說會 那他跟大家說 最好不要來買網品的股票 現在會到這些外商的法說會 美林證券等等 這些論壇上面去講網品的策略 名字聽來陌生 今年54歲的陳振輝持股5.66% 比戴勝義的5.49%高出一截 近年負責大陸網品 直接點名戴董的KPI至上 是台灣網品一蹶不振的禍首 過去在牛排或是套餐的 這部分因為價格的區隔的成功 或是一些KPI的一個管理 非常的有效 在飲品市場就行不通了 點出戴勝義盲點 外界說陳振輝有狼性格 他重經營效率 執行力強 品牌試菜都自己來 反觀戴董 充分授權下屬 最擅長SOP 兩個人的權力核心也很不同 來 放棄準備好了 好嘞 戴勝義時代25位高階主管 組成中常會 陳振輝引進六人會 除了戴勝義跟讀董李吉仁 其他四個人長年征戰大陸 象徵大陸團隊接管台灣 他限職則是負責兩岸的策略資源整合 中國團隊要接管之手 其實是言過其實的 強調外界過度解讀 只是網品過去風光 股價最高517元 如今只剩277元 將近腰斬 或許也是網品不得不面對的痛 網品集團旗下 平價的12鍋 在台灣跟大陸有將近70間店 快速斬店的結果 獲利卻慘不忍睹 蒜肉主菜 平價卻吃得到高成本CAS認證食材 去年獲利率只有2.5% 以美國240元來算 營業利益只有6塊錢 未來5年新的低價品牌恐怕難產 也因為他高規格 也因為他正規軍 比如說他也強調員工要有6天的休假 低價的市場很不利的一個競爭的條件 網品庶民經濟踢到鐵板 未來品牌擴張腳步渴望加快 能否太弱留強再出發 有待 事件證明 東森財經新聞 全民放兩粒 黑肉島